德海岸 反對破壞崇德海岸 警官廊道 警官廊道 支持延縣道 支持延縣道 拉起白布條反對廊道開發 崇德即將送入環平蘇花案計畫 引發花蓮崇德在地居民不滿 並認為改善計畫將會破壞環境 你說車禍率 其實根本也沒什麼車禍率 因為你到了這邊你必須要慢行 其實它的流量是可以過去的 在地居民認為在蘇花 從德路段新建高架橋 以及填補廢土做休息站 負責會破壞生態 更擔心路線改變後 將會衝擊原有的在地產業 我要請問一下 在這樣的一個警官的一個保護區 你們有做過犯罪嗎 這個整個高架開始的難道 整條路都是警官保護區 你說你都沒有土地 只是把環境破壞不再進去年蘇花蓋通車後提升不少行車流暢度為了改善不足的地方 2019年再度核定蘇花案計畫包含東澳到南澳段和平到河中以及大清水到崇德將 既有路段結彎曲直提升速度以及安全性希望能夠在2030年完工 但在最後這一段引起在地居民意見兩極 以今天的這個會議來看大家意見還是分析 這個環對的聲音是比較多啦 但是隱性的是不是那麼多我們不知道 所以還是要透過部落會議 裡面我們會盡量的參與 來把事情把它講清楚 蘇花案不只是花東的重大交通建設 跟關係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沿線各部落的原有權益 而如何兼顧開發以及生態平衡的議題 還需要徵詢更多意見 達成共識 原事新聞在烙被查連秀林採訪報導